中國古畫軸上面寫的 那當然是日本人寫的啦 因為中國人的話他不會在上面寫中國古畫 因為我們這些畫都是從日本老宅子裡面搜出來的 好 齒幅非常大 我相信在很多人眼裡 以前的話你們會覺得就是中國的 那可能在我們這邊買的多了以後呢 因為我們很多的日本畫 日本人他們仿造中國的畫 也會有很多類似的風格 可能很多客人會覺得說 欸 這個畫是不是日本 這張沒有錯 它確實是中國的 就算它上面 它判定它是中國的畫 而這樣的畫其實是很典型的中國畫 省州落款的一些作品晚期 就已經會有這樣的這種 這種簡筆的這種山水風格 明晚期開始 四王 青出的四王 這樣的山水畫的風格基本上就成形了 這樣的布局 這樣的畫法 然後帶一些簡筆 這樣的染法 然後它基本上是山的這個甘筆春 然後施筆染 銷色的這種景象 上面呢有一個印章的痕跡淡掉了 可能本來是收藏章 或者是本來是某一個的閒章 但是印章已經淡掉了 這張畫年紀的話應該是青中期 至少青中期以前了 然後這個錶是後來在重錶的 但是錶呢應該是中國製作的錶 畫的是很典型的中國的傳統題材 那當然就是山水 但是就是幽居在山水裡面 有一種世外桃源 那就是它每一間屋子裡面的人 表達它裡面對話 當然這裡面是沒有監察 然後這個還有高氏報的情 隨便到裡面來訪友 這都是常見題材 那它跟日本的畫呢 當然它還帶一些很淺漿 就是上次我們有說過 從皇宮往下來一脈就是帶一點這種 強褐色 它日本人它怎麼判定它是中國畫呢 這樣的話 這種的南畫風 日本人也會畫 中國的話 中國人的話的話 必須要說在公筆上面 大部分情況之下不如日本人 日本人的這個畫呢 銳漆太過就好像武士刀一樣 中國的話呢 它的筆法還有整個畫風 會比較圓潤 收斂的一種一種氣息 所以中國畫看久的話呢 它會比較耐看 日本畫呢 有的時候它會 我講的是一般情況啦 常常的話會第一筆 會給你一眼印象 第一眼印象 給你感覺到很銳利 然後很出眾 但是它不見得有中國畫 看久了耐看 這張畫呢 其實就跟我們平常 可以看到我們網拍上面 很多的南畫 其實是有一些區別的 筆法比較圓潤 然後它的這個 整個的畫風呢 帶有一種比較含蓄 那日本人他也判定 在軸上也說 這是一張中國古畫 這張畫也已經上拍了 那請各位 進行熱烈參拍